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 而且阿拉伯女人能歌善舞 大家肯定认为这里的男人每天都幸福无比欢天喜地 更令人兴奋的是 阿拉伯的王族成员还享有特别优待 可以娶上十个老婆 大约在1500年前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一生曾娶过12个妻子 最小的年龄只有8岁 除了能娶很多老婆之外 伊斯兰教国家还规定男人娶到的老婆必须是处女 无论是大老婆二老婆甚至第四个老婆 假如结婚入洞房 发现女方不是处女 那可就要出大问题了 丈夫会暴跳如雷 马上会找到新婚妻子父母理论一番后 要求立即退婚 并且由其父母带回家 回家后新娘会被亲生父母严厉训斥并暴打一顿 要是遇到个别极端伊斯兰教徒 甚至对女儿进行斩首 就在2020年5月 在伊朗14岁的女孩罗米娜 因与34岁男友巴哈姆斯奔 当女儿正在睡梦中 其父亲恶狠狠地用镰刀割下了她的头 还自称是荣誉斩首 一般情况下如果新婚期不是处女 要是被左右灵色知道了会以白眼相对 比是女孩稍微严重的还会丢石头 女孩被看着下贱没有教养的人 有的女孩的家庭无法忍受周围群众的风言风语 不得不举家迁移 在阿拉伯国家一般都要向左右灵色 证明嫁过来的女孩是纯洁的 丈夫家庭的做法是 结婚当晚 新郎的妈妈会为新婚夫妻的床上 铺好一张纯白的床单 还会给儿子交代当晚该注意的细节 第二天早上 带新婚夫妻起床后 新郎的妈妈会随之进入洞房 检查白色床单是否落红 然后将其清洗后挂在醒目 邻居们都看得到的地方晒干 以此来向大家证明 娶到了新娘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处女 以前在伊斯兰教规最严格的沙特 如果婚前有了性行为 即便你是王储 也会被乱食砸死或斩首的 1977年沙特一个王储的女儿 19岁的米歇尔 受不了沙特国内亚裔的氛围 去阿拉伯世界中 最为世俗开放的黎巴嫩求学 米歇尔公主刚到黎巴嫩不久 就遇见了沙特驻黎巴嫩大使的侄子哈利德 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当他俩回到沙特又优惠了几次 很不巧不知道被谁看见了两人的优惠 暗中向王室举报两人的通奸行为 这下可出大祸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在沙特婚前性行为是要杀头的 公主不得不男扮女装 试图与恋人哈利德逃离沙特 当他们到达机场准备出关时 被边界人员认了出来 出逃计划落空 结果米歇尔公主被蒙上双眼 公开处以实行 她半跪在地上 被她的亲戚用石头活活砸死 而男友哈利德则被绑在一旁 被迫看着米歇尔死在自己的面前 之后她也被米歇尔的一名男性亲戚 用刀斩手 由于不是专业的柜子手 本来该一刀就结束 结果砍了五刀人头才落地 使得惨不忍睹 所以阿拉伯的女孩为了结婚弹丸落红 生活上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手伸如玉 处处约束着自己的行为 活得非常压抑 比如一般女孩不敢做剧烈运动 不骑马 不跑步 更不会踢足球了 除此之外和家族以外的异性 保持较远的距离 女人习惯留在家中 一般不爱抛头露面 几乎逐步除腹 沙特等保守的伊斯兰教国家 女人出门时 从头到脚 用黑色的袍子包住 戴上面纱 将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 只露出两只眼睛 目的就是不让男性看清自己的面貌 保持与男性之间的距离 女性一般十五六岁就结婚了 拥有了自己的家庭 为什么伊斯兰教允许信仰者 娶四个老婆呢 一般教徒会这样说 因为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穆罕默德时期 战争频繁 有许多的人战死 其家属的女子无家可归 所以男教徒可以收容四个女子 来解决这些可怜的女人 以及留下的孤儿问题 其实之所以实行义父多妻 是由环境原因和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沙漠地带无法种植粮食 当地大部分是游墨民族 只能携家带卷逐水草而居 沙漠不同意草原 水资源草贝植物有限 常常为抢绿洲水盐而发生战争 男人多半会有伤亡 战败一方的女人自然成为胜利者的女儒或妻妻了 同时战争中一部分女人也难免流离失所 一些寡妇孤儿会被人收留 而非正常的婚姻关系 慢慢演变到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的风俗 因此伊斯兰教最初允许一夫多妻的原因 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男人的原始欲望 是为了解决因为战争而留下的寡妇的基本生活问题 但后来允许一夫多妻还是考虑了男性的欲望问题 伊斯兰教认为淫乱罪是非常可耻的行为 但又担心一些男教徒做出一些伤风败述的事 破坏了宗教的和谐与稳定 为了避免产生淫乱行为 就干脆规定男子可以娶到四个妻子 如果有多个妻子的话 就能大大降低男教徒出轨的几率 伊斯兰教还赋予了男人一个特殊的权利 就是可以休妻 休掉旧妻可以重娶新妻 每个伊斯兰教徒有娶四个老婆的权利 所以伊斯兰教国家的男人真的是幸福无比欢天喜地吗 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简单 大部分伊斯兰教徒并不能实现一夫多妻的愿望 原因很简单 养不起 可以说伊夫多妻是给王族土豪的特权 伊斯兰教规定丈夫抚养妻子是义务 结婚的前提是丈夫必须保证妻子的生活 妻子是不需要去外面工作的 对于伊夫多妻 伊斯兰教中最重要的经典古兰经里面有对男人的规定 内容如下 你们可以娶你们热爱的女人 两个三个四个都可以 但假如你们不能公平地对待她们 那么你们就只可娶一个 所以伊斯兰教允许娶四个老婆是有先决条件的 那就是老婆要公平对待 不能偏袒其中一个 在迪拜这个世界上土豪云集的城市 一夫多妻家庭不到5% 当然基本上是王储和土豪的家庭 辨认一夫多妻的家庭并不难 这种家庭一般都有好几道别墅 教规要求对所有妻子平等对待 不能偏心 当然要给每个老婆都要修建别墅 土豪给宠爱的小老婆买了跑车 当然也要给大老婆买跑车 即便是她心里不愿意 就连和几个老婆的睡觉时间也要讲究平等 和大老婆睡几天 就要和二老婆三老婆四老婆睡几天 所以娶四个老婆是非常辛苦的 不可能方方面面做到完全平等 如果老公偏袒小老婆悄悄送给礼物 其他几个老婆是可以到法庭去控诉的 男人作为一家自主 必须给四个老婆平分财产 每月按时支付生活费 以及孩子的赡养费 普通阿拉伯人也有娶四个老婆的权利 但只是望老婆心探 做做美梦而已 普通人要是娶四个 那就是不想活了 会被沉重的家庭负担所压扁 大部分阿拉伯人还是认为一夫一妻更好 要平等对待四个老婆是极为困难的 物质上做到平等 对王族土豪来讲并不困难 但精神上做到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般男人容易宠爱年轻漂亮的小老婆 疏远衰老的大老婆 当四个老婆都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面对成堆的孩子 家庭开销成倍增长 除了王族和土豪 普通人恐怕没有这个经济实力